无误和安检工作等情况 胡锦涛还亲自购买了一张电子车票 通过电子检票口进入站台 在站台上 胡锦涛同参与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运营的先进人物代表亲切握手 并和他们一道登上地铁列车 列车驶出站台后 胡锦涛坐在座位上 查看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规划和地铁四号线运营线路等图板 了解北京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和运营情况 北京市有关负责人告诉总书记 目前北京载运轨道线路一有九条 总里程达228公里 到2015年 北京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561公里 日均客运量将超过1000万人次 胡锦涛说 那么北京作为这么一个特大的国际公司 要解决好城市交通问题 必须充分发挥公共交通 特别是要发挥这个轨道交通 在列车上 胡锦涛查看了车厢里配备的各种人性化设施 还来到驾驶室 看望列车司机了解情况 充分肯定地铁公司为改善首都交通 方便群众出行做出的积极贡献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行驶 地铁列车稳稳停靠在西苑站 胡锦涛走出站台前往颐和园景区 考察旅游服务情况 节日的颐和园 客流量比平时明显增多 过去六天已经达到40万 为方便游客购票 颐和园在延长售票时间的同时 增加了22个临时售票窗口 胡锦涛来到东宫门外的售票窗口处 看望慰问正在紧张工作的售票人员 询问售票服务的有关情况 总书记还从医疗站的医护人员 和景区的安保人员亲切交谈 向他们表示诚挚慰问 热心的志愿者 在颐和园景区内外不同地点 设置了服务站 为游客提供指引疏导等服务 胡锦涛来到志愿者服务站前 对志愿者们说 你们放弃国庆休假 积极参与志愿服务 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 值得大力提倡 总书记勉励大家坚持坐下去 努力为和谐社会建设 贡献更大的力量 谢谢大家 景区内吹车的温暖